由龙之谷开发商开发的动作MMORPG地下城强袭者 从4月27日开始了韩国首次内测 地下城强袭者是一款以简单体验更多的乐趣为基础开发的动作MMORPG 具有可爱的角色 快速而爽快的动作 简单而方便的操作 超过19种职业的转职系统等内容 今天1773进入正在手册中的韩服进行了试玩 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第一次进入游戏 四款大头可爱的游戏角色出现在画面的中央 从左到右分别是战士 游侠 牧师 法师 小编选择了法师 职业确定之后进入到的是角色设置的页面 虽然是手册 地下城强袭者提供的可设置的内容还是颇为丰富的 其中在变换角色的眼睛模样 还有发型的时候 印象会比较深刻 另外呢在角色设置页面 还能看到角色不同等级所穿的战袍的样子 创建好属于自己的可爱角色之后进入到的是一个地下城 而这个地下城马上就使人想到了暴雪旗下的知名游戏暗黑 好了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游戏的操作吧 地下城强袭者支持全键盘操作 其中ASD键用来控制技能 方向键控制方向 同时在做新手任务的过程中会发现 虽然是法师 但基本攻击的华丽和攻击效果也已接近于其他技能 另外基本攻击不但不消耗魔法值 居然还会补魔法值呢 做完新手教程中的最后一个任务 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大城市中 而大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萌 尤其是让角色在广场中一蹦一跳的时候 那简直就是萌翻了 做完几个任务 NPC就会让玩家移动到野外的地图中 这时游戏中的第一个传送方式突就派上了用场 到达野外地图正式开战 游戏中法师的基本技能一共三种 首先呢先放一个火墙 然后就带着一群怪在火墙中穿来穿去 同时呢使用火球技能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最终怪物的血所剩不多时 来一个群体冰冻消灭所有 当然了由于技能都有冷却时间 加上为了防止魔法值的耗光 中间可以夹带基本攻击了 打着打着呢你就会发现 天慢慢的暗了下来 这时才发现这款游戏还带有昼夜变化系统呢 另外呢战斗过程中 当角色的血慢慢的消耗 画面周围会慢慢的呈现出血红色 这时候就需要加血了 而当角色死亡之后 游戏目前只提供在附近复活 地下城抢洗者尚未被大陆代理的如今 若您想体验一下小清新的暗黑网游 不妨可以先在韩服测试时体验一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